我失敗了 所以呢 我就付诸实动 行动 我就在IG放了一个影片 就是请我的好朋友帮我 就是做了一个画面 然后我就用我说话的声音 还有那个一些歌曲的片段 我就做了一个30秒的影片 就邀请大家来一个神秘听歌会 但是 那个影片里面 也没有说到底要干嘛 然后也没有说地点在哪里 就只给了四个时间 就说你们要来就报名 然后就在那个时间出现在 就是我们会再偷偷告诉你 是什么地方 结果 听起来应该就不会有人来吧 所以我就被周围的很多人吐槽 想说这听起来就是太瞎了 然后结果 没有想到 大概我们有五场听歌会 然后来了大概百人 就大家就是看了那个影片 就自动出现了 而且我们是用假帐号哦 就怎么样看起来都像骗人的 这一百人真是太奇怪了 今天谁是听歌会来的啊 有人吗 嗨 你们今天还要跟我分享一下 看到这个影片的第一个moment的感想是 很神奇 那什么点让你想要去 刚好有空 好 我还想要跟我抱有空 我给你让人参加活动 我懂了 不用有气 不用听起来很特别 没有别的吗 给福利我 继续发展一些 我觉得很有创意的事情吗 这就是现实了 好的 我见不下去了 我们继续吧 对 Anyway呢 那个活动就是 我就录了一个小时的节目 我就把所有的专辑的歌 就从第一首 放到最后一首 然后中间就穿插一些 讲故事的片段 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有就是满足到我自己 就是小时候的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听 那个床边故事的录音 或者是广播 就那个什么99.7 就跟秋姐姐说故事之类的 然后就在这个 这一个一小时的广播节目里面 就满足我自己 那个一直很想要做 这件事情的心 然后大家呢到那边就是戴着眼罩 就是听着里面的所有指示 可能叫你开始想像一些什么画面 可能我们走到海边 或者是走到哪里 就放了很多 我平常就是如果去到山里 海里就会收离 大家都有的没的声音等等 做成一个小时的这样 然后大家就转型 就是很像一个很奇怪的邪教的仪式 大家全部都围着 就一个蜡烛 然后戴眼罩 在那边听一小时 你们感觉还好吗 那一个小时 会不会很想滑手机 我没有眼罩 为什么 这就是很糗的一件事 就是你知道 因为指示里面都会就是讲好说 我们现在要戴上眼罩 然后大家等一下把什么纸条放到哪里 结果第一场的时候 因为我太紧张了 又就忘记戴了 然后结果当那个声音就是出现到说 大家请戴上眼罩的时候 就没有眼罩可以戴 然后大家就东张欣慌 然后我就假装 我也是听的人 看起来很惊慌 我没有看错 然后 这就是一个失误 但是没有关系 如果你有心 就是去聆听的话 有没有眼罩 都是一样的啦 OK Anyway 很高兴就是这个活动 在这么心累的状态 竟然做了五场 所以我们还到台南 就是做了一个神秘加开场 然后我们在一个户外 就是有非常多漂亮的盆栽啊 什么的 还边喝茶 然后边听这些东西 就未来 迷你还会继续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小活动 或大家就是很想要 抓住这个快闪的机会的话 就欢迎去那个 IG或者是Facebook 可以追踪一下下 看看会出现什么新的 project 这样子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是 你们有人在听podcast吗 有人知道podcast吗 有不知道吗 有不知道吗 其实podcast就是一个像广播节目 但是它就是可以随 随时想要收听就收听 然后什么Spotify iPhone手机 好像就已经有一个app 是这样 总之呢 我讲这个只是 我在那个听歌会的时候 我做那一小时的节目 我就觉得这就是 我理想中的podcast啊 然后 我就觉得我下一阶段 我想要就是来固定做一些 podcast的节目 这是我新的小活动 就大家欢迎就是 来试试看podcast这个体验 因为其实它真的很方便 就是你平常可能在坐假时 或者是开车走路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就也蛮无聊的 可是你就边听podcast 你就可以无意识听到很多 有确信 这个是 警铃提示音响请 好啦好啦好啦 是被谁暗示 你是被受谁的那个 好好好 Anyway 反正之后就是那样的啊 大家请来当作订阅我podcast 完全订阅 哈哈哈 换台 换台 好 下一首歌叫做 很快乐 那这首歌呢 是一个 朋友带着眼罩的氛围 可以听的歌 就是蛮久以前的一个作品 sony 蛤 诶是诶 oh my god 我想说为什么雨虾要这样 唉 好 那那那你们等我一下 好 这个是 好